你也看到很高兴就没有这个机会 那我本身是设备商 然后我们主要是处理废弃物的一个设备 有了看到日本的一个技术 对对那把它引进来 那其实当初引进台湾的想法就是想说台湾 那时候想法比较比较简单啦 就是想说常常假日的时候带孩子出去 出去旅游啊 然后看到就是有一些垃圾的问题 那其实就是觉得我们科技已经这么进步了 怎么还有这么多 对怎么没有更好的就是与时俱进的这个方式来处理 那后来也是因缘忌讳 因为一直在做日本跟台湾的贸易 然后有在出口把台湾的一些压力机出口日本这样子 那也算是环保的设备 那后来就是因缘机会接触到这个设备 我觉得太amazing了 怎么不需要任何的燃料 对那其实是这样一个起心动念 就觉得我其实台湾很需要 那目前就是把它引进来 那也是成立了就是这家公司 所以是这家公司就是专门做这个业务 对对对 然后算是日本总公司它有一部分的股份 这样子那主要是我在台湾这边做推广 那其实因为原本就不是反暴人 就是不是这么实实在在在产业里面的人 然后对然后就发现就是在这个产业里面 它是比较封闭的 然后有一些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有一些状况 然后需要对需要更有经验更有智慧的方式去做突破 那今天其实是想说因为这么好的产品 那我一直就是一个倡导者 所以就是有机会能够在委员这边能够来了解 就是非常的开心 它就是变成淘土 对那基本上我们是针对有机物 针对有机物的一个处理 那因为最主要它跟一般传统的主流的设备 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 就是不需要任何的燃料 然后就可以而且就是低耗能 那它需要电因为毕竟是一个设备 但是不是用电来做就是分解 对所以整个是一个非常的低碳 然后节能的一个一个设备 那因为input的已经极致的少 所以它output的部分就会很单纯 因此就比较不会有一般高温燃烧所产生的 大家比较疑虑在环保上面 在环境上面大家比较疑虑的一些 就是废弃啊毒气啊等等的这种污染的问题 对然后是所以是这样子的产品 那我们目前主要是针对在产业界 产业界的这个产业废弃物的一个in house 然后再做推广 然后再做推广 对 然后 它大概多大 这个桌子这么大 没有 我们目前是针对 就是其实它的大小 三吨以上都可以克制 了解 然后如果 所谓的三吨是日处理量的三吨 了解 对 然后它是一个小而美的概念 就是说它是缓慢的进行 因为我不需要给它任何的燃料 然后就变成废弃物本身 我给它一次性的就是初始的一个启动环境之后 那接下来丢进去的废弃物本身 就会变成是燃料 然后它分解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能量去积在里头 然后当作下一批废弃物进来的时候来分解 所以是有点就是变成是 为什么它不需要燃料就能够分解 会变成就是说它是 废弃物自己处理废弃物的这样一个循环的概念 所以很节能是在这 是在这边 那我们在日本 在国外的一个案例就是 主要是针对资源比较匮乏的 嗯 的这种偏乡啊 岛屿啊 就是你 因为你现在都是集中式处理嘛 高温焚化炉的部分都是集中式处理 你要派车去载 然后去轻运 很高的轻运的车 对 然后碳排 油料 整次成本等等的 当然这是一个 如果以上业行为来看的不同的解释 那 所以其实是是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一个概念 那 它的这个东西就变成是 废弃物自己本身处理自己 然后不太需要额外的就是这么多的这个能耗 的一个一个情况之下 就会变成是在产原地 然后那它又是就是一个很安全的 相较于现在的高温的焚化炉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很安全 所以就是变成是可以直接就地就解决 理解理解 就地解决了之后 它会产生的 因为我们的减容率也很高 我知道会到1% 是 那这个这个其实所谓的减容率的部分 就是剩下的这个固体的副产物 其实是很少的 那再加上它的一个特征 出来的这个Celamic powder 是可以用的 是可以再使用 对 所以是这样一个 我自己觉得就是 呃 虽然环保产业困难重重 但是还是觉得就是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那应该可以有更大的贡献 这样子 我刚刚想问的是说 它最小可以多小 是这个房间这么大 最小 目前我们在万丹 在台湾万丹 有弄一台小的实验机 组16坪 16坪是整个system 应该是说 这个是我设备的外观 那这台设备的外观 那这台设备的外观 是这个部分 那它就是 就是整个system的 然后后面的这一块呢 是模组化的东西 就变成 要看你丢进去 不同的input 它后面的module 会跟着改变 所以你是说这个16坪 还是这样16坪 Totally 那很小啊 Totally 16坪 对 所以是一个in-house 一个方式 所以等于任何地方 观光区啊什么东西 或者是厂房啊 都可以加吗 对 等于只要有电力 有16坪的地 就可以了 是 那电力的部分 因为它需要的极少 所以 其实是可以 就是有一些 就是架设一些 太阳能板 就能够自己供应 那水呢 水的部分 就是要看不同的input 然后后端的模组化不一样 那水的部分 就是如果有需要用到这个showering 来做成降的处理的话 才需要 那这个部分也是循环式的 对 就是第二支流槽 对 对 所以不需要一直给 不需要一直给 不需要一直给 对 所以在现在缺水的 不错啊 蛮好的啊 概念很不错 对 那在国外也是有reference 这样子 那目前就是我们 我们其实当初 因为 早期在推广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 你是诈骗集团吗 怎么可能 你什么 什么都不用 对 你什么什么都不用 然后就 就东西就不见了 对 那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是一直在 还在教育 然后 也是因为就是 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客户 不相信 所以我们就弄了一台 你就可以说去屏洞看就好 我们那时候其实的想法 就是说 我引进这一台 那客户 百百种的各式各样的料 那我就做给你看 出来的东西就是这样子 那过程中就是这样子 本来的利益的想法是这样 那后来我们遇到了一个困难 就是 其实 我没办法运作 因为 我不是 我没有处理牌 所以其实在法规 在资格上面 我是 是没有办法 那你没有办法商转 你可以说你去做研究啊 跟一个老师合作啊 这个 这个部分 就变成没有 就是 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或者是 或者是 这也是我目前遇到的困难 所以 以至于就是 我其实就已经摆在那边 摆了半年 是吗 没办法动 然后 客户去 就只能够看他安静的状态 为了真的运转啊 对 所以 这是 这是我目前就是想要 但是 你是装在 谁的地上 我们是装在 因为当初 当初 其实没有那么长期的规划 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是处理商 就是一个设备商 只是demo 所以 那个时候只是租借一个厂房来放而已 那个厂家他们有别的 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做自动化仓储的那种制造工厂 他不是飞机物回收业 他不是不是不是 对 他只是就是挪一小块 场地给我放 那这样子他可以搬动对不对 可以搬动 所以你如果找到一个处理业的人 你就搬到他家就可以了 对吧 是 所以我目前是积极的在促成 就是因为in-house 然后就是 就是在找就是他有肺气物困扰的客户 然后可以让我的东西 那可能在数量各方面 就是刚好fit我这一台的 的那个 的量 然后可以进去 然后不过因为 比较 就是其实又变成 机身蛋蛋生机的部分 就变成就是 客户他还没看到东西 他还是很疑虑 对 然后因为是设备嘛 搬迁其实就是 就是一个大工程这样子 对对对 对 那有想过说跟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大学 或者是研究机构合作吗 就是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他当然不是做回收业 是 但是他至少可以帮你证明说 这个物理上面不是用东西 就是他合乎物理原则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会很乐意 那不过就是就是先前我们自己跑的经验 就是说 因为各大学就是在做环保 环工相关的科系的老师们 他们可能都有自己支持的技术 或理论 对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就是也会需要 对 也会需要其他的 可能他也要先比较认识这个技术 才会愿意 就是下来做 因为如果他下来做发现真的很好 那他可能也有兴趣 但是如果他发现有问题 他也会担心说 没错 没错 是的 是的 这样我了解了 对 你的原厂在台湾有分公司吗 我们就是他在台湾的分公司 所以就是他是整个就是 就不是只是设备贸易 而是说全部代理权 对 所以未来我可以放代理 其实当初就是说 把这套设备把它引进台湾 除了我觉得台湾很需要之外 我另外觉得可以替台湾加分的地方就是 因为我们在制造的领域上面 台湾在制造领域 然后IoT 然后以及一些智能化的部分 其实我们的能力都还蛮强 台湾制造都还蛮强 那因为这一块 其实总公司他的 这一块的这个技术 Amazing的技术很不错 但是Totally的比如说 User Friendly 然后智能的这个部分 其实这都还有很大的空间 那我那时候其实 就是引进来台湾 我也是希望就是在台湾能够建立 某个程度的performance之后 我会希望是MIT 台湾的 然后整合就是后端前端 以及整个智能 甚至远端的就是那个操控 然后以及就是说 再结合一些traceability的这种 嗯 这种追踪跟透明的方式 对 然后整合起来 让它是一个更完整的 符合这个时代潮流 需要的东西 对 ok 好 所以这样子听起来就是 呃 这个你之前好像有拿过这个 去申请那个创业肺炎 对 肺炎对 肺炎计划 对 所以那边中期初 应该还有一些 媒合的资源 我也想一想说 嗯 要怎么样子去介绍这个 那后来就是说 呃 在 在创业计划当中 呃 呃 就是大家 呃委员们 因为都有委员来 以及夜市 主要就是夜市 对对对 那那基本上大家都觉得 这是 呃目前当下 其实大家都需要的 对啊 那但是就是变成就是说 因为我还没有 我还是 目前还是0到1的阶段 所以大家都没有看到东西 那再加上我的 这个设备其实是卡住的 就是目前没办法运转 是卡住的一个状态 所以 所以变成就是 就是要有 不管是在呃 创业竞赛上面要有一些 或者是一些资源 投资者 基本上都困难 因为我的财报 目前根本什么都没办法出来 当然 那个你说那个呃 呃就是需要有一个处理牌 对 那那个是之前你是 是已经问过环保署还是问过谁 是有有一个承担的联络方式吗 还是是就是你自己觉得需要一个处理牌 哦 这个是呃 因为呃处理牌是这样 就是呃能够处理的人 他才有资格去收 对 那当初我们其实在呃万丹这边 我后来是停掉 早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有半年 因为不是这么熟悉法规 那时候还是有做 对嘛 对那时候做了半年 那后来就是才被告知说 你这样是违法的 但告知是万丹湘 屏东县是谁 环保局还是 呃没有 还没有都还没有这么这么正式 你的伙伴呢 伙伴们然后同业的 然后以及要提供料出来的客户 大家都很小心翼翼 对大家都说 哎这个不行哦 是管制品 是被是被呃就是被呃 就是被被被管制的去向等等的 所以大家大家其实 但是万丹其实也有一些有拍的嘛 像那个聚集环保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我跟你说你有联络过他们吗 是是聚集的这个他们他们 呃我们有跟跟他们联系过 对那后来他们好像是自己的 自己的处理牌 嗯要更新的这个部分 有一些纠纷 然后他们就不愿意 不愿意尝试新的设备 因为他怕对他们自己在更新的过程中 会有影响是 对聚集我们的确是联系过 对 OK 我想一想这样子要怎么解决 嗯 嗯 然后另外我现在洽谈的客户当中 因为就是以这样的困境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目前就是找 真的对于客户来讲 他很棘手的客户 他可能动力 因为有一些行政程序 之前我们有帮忙过一个他是把保利笼减量 对 然后那个后来是找到好像澎湖 哦 OK 那个案子我知道 对小岛 是是是 小岛比较需要这种东西 是是是 对只是说对你来讲 因为这个设备要真的搬运到小岛上 其实有一点成分 其实里导我们都去去过了 去问过了 那就是实际上如果要解决事情的这一个部分来讲 大家也很认同 因为实际上他就是减能减碳 以及你在里岛那边你就不用运回本岛 就小琉球啊之类的 对 不过就是在技术以外还有很多的地方要对 那个部分就我比较困难 而且主要就是说如果是新技术的话 谁都不想当第一个 没错 没错 我一定想要知道说他在澎湖可以 或在兰嶼可以 那我再来用 是是 这是可以理解的 是 所以我们其实也有想过就是说 既然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能够拍了一个所谓的 试办验证计划 对 那试办验证计划 那刚好就是可以充分 因为我这一台小台的 试办验证 他直接就看他的performance 然后认为认定就是有那个效果的时候 到时候要的话就是再采购大台的再说 过你之前已经弄了半年对不对 所以你有留那些数据吗 有 OK 那很好啊 有 那那些数据是就是你网站上可以看得到 还是 没有 我们就是可以再提供出来 我没有open在网站上面 那些数据主要比较针对就是品项 因为为什么没有公开就是 因为后来才知道就是说 其实人家就是当初虽然我取得了这些饰料 那原来大家都小心翼翼的 嗯 所以其实也不能够公开 他们 不能很大张旗鼓 对就是我拿到这些这些 这些料 这样 就是说你有试运转这个当然不违法 但是提供给你料的人就另外一回事了 OK 是是 了解了解了解 以及当初的话就是我们在减容的部分时间 这些相关的data都有保存 都有保存 都有保存 那但是比如说在这个排气的这个部分啊 那个时候还来不及 来不及去计算 对对找第三方的来做 对就是有部分的资料啦 是 那你那些资料然后不影响 就是不会限你的这个料的提供者 于法规的问题的 那个部分也许真的可以考虑 就是适度的但没有能够识别 对 也许可以稍微 summarize 然后稍微公开 我觉得那个会很有帮助 OK 因为因为对这个行业的人来讲 最后还是本益笔嘛 对没错 所以他会愿意试一个新技术 他有风险嘛 但是如果他的效益真的很高 对 他就算有一点风险还是会去做 不然我待会要去答应啊 就是很相反 了解 其实本益笔的部分 因为经过了这段时间 因为我刚刚就提到 就是他过程中 其实有一些困难度 所以我们是积极的希望就是说 去提高业者 今天如果说某一个客户 他本身在废弃物处理上面 他就有事 他目前就遭遇到了一些困境困难 然后他很棘手 因为在做就是in-house处理来讲的话 可能对于业者来讲 他必须做现行废青书的一些变更 所以他是其实是要 就是对他来讲 其实是一个麻烦的事情 他要去做一些处理 所以我们其实针对这样子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focus比较困扰的 就是高度困扰的这些客户 然后去提供他就是合作的相关的benefit 那甚至就是我们在整个台湾这边的一个策略 在整个销售的这个部分上面 都已经调整到就是90%的废料的客户 因为现行他们都是委外一顿多少处理 那如果说是以投资报酬率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基本上他们都有机会是在五年内回本 那甚至就是一顿一万五以上的可能一两年就回本了 一两年就回本了 我大概了解 你们日本的这个原厂的技术大概十年前就有了 那这十年来他还有什么就是额外的客户吗 因为你在网页上并没有提说 是从十年前到现在你的原厂又接了哪些案子 又在哪里有实证 因为就算台湾这边你刚刚说你的数据是片面的 日本如果他已经run了十年 他应该有完整的 有 那那个为什么你没有提供在网站上 就包含原厂到底在哪边有部署 其实这个是没有各自可言的 也没有商业机密 是 因为我们在我这个部分我也一直就是还蛮 还蛮矛盾的地方 就是说 因为像在跟我们 比如说我现在有直接 direct sale 的客户 他就会觉得就是 是他要由他去面对 end user 那所以 可是我现在又直接对了 那所以就有 其实有很多的资讯 就是就是变成 呃 我现在的处理方式就是 我可能 暂时没办法那么open的在网站上面 但是只要客户 是有持续八年以上的 的这些呃 地点然后顿述是都有的 那通常我这个部分就是会是 在简报的时候再提供给客户 了解了解 对 因为如果是一个呃 学者的话 对 他第一句话一定问这个 是 对 ok 其实也包含就是说 像我们呃 原厂那边也有一些国际论文 对 好那国际论文可能就是包含他的一个 一个呃 一个结构啦 技术的结构啊原理啊 嗯 那的这个部分也是就是很矛盾 就是说是不是要这么大辣辣的就把它 嗯 open 出来 对 我知道你的商业决定啊 我是不会说一定要或不要 理解理解 我只是纯粹说如果现在是你刚刚 谈到一个实证场域的话 对 那我光是判断要不要开始跟你谈 是 其实我第一个会想知道一定是过去八年 在原本的资料 对 对那你如果不open 出来 当然你也可以说有人来问你你才给 是 可是我在讲的时候也有人可能因为没有这个资讯 就根本不问你了 这也有可能 不想联系 对 所以这其实是你的那个funnel多宽 跟conversion多大的问题 对 我并没有要你一定要公开或者一定要公开哪些资讯 我只是说 因为对我来讲 我的下移动现在不是很明确 对 因为小岛的话 就像你说的没有人会愿意当第一个 那如果是学研机构的话 那就像你说的 他主要担心的是说 那这个东西他在学术上面价值到底多高 以及他跟他现在可能已经有合作的一些厂商 有没有综合效果 那如果完全没有综合效果 学术价值也有限 他根本不会联络你嘛 没错 对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 呃 现有的中期处的网络 因为你是女性肺炎 其实你也都有了 那些夜市你也都都碰到过 对 所以我现在还在想怎么样会是 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对 当时 当时澎湖那个案例 真的是因为他们有很迫切的需求 是 对已经到说你不部署一些新科技已经不行的程度 理解 对那但是现在哪些地方 他的需求大到这个程度 这个是比较 比较需要想一想 对 你有列出 除了牢羽工厂 我们刚刚都讨论 你还有列出生技 对 那个你有去谈过吗 是怎么样的案例 有 因为生技公司他们就是对于废弃物的 对感染性的医疗废弃物 感染性也是也是一个 然后以及就是说在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实验室 实验室会有一些小动物啊 对对对 的这种尸体等等的 那其实在这个部分 价格 对他们来讲 其实就是省钱 对啦 因为价格的部分就是很高 那如果说他们可以in-house 处理的话 对他们来说他们是welcome的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 我的这个因为这些动物的部分 以及医疗性感染的部分 我们在日本就是也有相关的这个案例跟数据 对 所以是在整个就是完全灭菌啊 然后跟就是 这种病毒并不会再存在的这个部分 都有相关的这个数据 那只是说 而且也没有处理牌的问题啊 因为他直接他自己的嘛 他不对外营业啊 对对对对 就变成他做一个变更就可以了 对对 这个倒是听起来比较简单 是 还是说你的日本的原厂的实证场域 有在台湾的分布或者是 就是比较同一个集团里面 就日商啦 简单讲就这样 这也是一个可能 是 因为从他的角度来看 他在日本就是部署已经有省钱了 那他也了解这个技术不是科幻小说 那他请他的台湾的 不管是集团的其他的设备的公司 或者是其他的场域来跟你谈 对他来讲他的政治成本比较小 是 对这个你有跟原厂问过吗 有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就是先等 汽车场 OK 轮胎啊什么的 就是类似尼桑汽车的这种 那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喷漆上面的废弃物 那个部分也是蛮棘手的 那不过就是日本那边他要有 如果以这个模式来讲的话 日本那边他必须就是整个 案子跑完成案了之后才会有台湾这边的经验 当然啊一定的 对 他要那边先有量化效应 是 他才会请他们这边的加盟店 或者对 相关的就是分公司来用 对 OK 我只要好奇 你放在万丹那边 对 他没有成本 对不对 你就放的就是租金而已 有 对啊就是租金 对吗 所以你就把它换到一个什么仓库封存什么 其实就对你就几乎没有成本 是 但是我就觉得很可惜 我理解了 我理解了 就是希望他可以 可以让大家看得到 然后发挥更高的效益 这是我现在在你练义 我觉得当然当然 但我理解说就算我明天去参观 那他也是空的吧 是 就是静态的 对啊 你看到他没有在动 静态 他曾经动过很急 你看一个模型没有这么两样 没错 所以我理解说 我就算有相关的行程 我能够帮助你的地方 其实很有限 是 因为我也不能够证明说 那个量化效应是真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还是说 一方面就是你减低你的 就是持续成本 是 看是不是能够运到一个 就是比较便宜的地方放 那另外一个是说 我们就尽可能的 我也想一想 就是想到哪一些 对他来讲 他的迫切性比你还高 的那些场域 然后如果我想到的话 我就请他直接跟你联络 这样 那如果都没有的话 就要看说你的网站 愿意放出什么资料 或者多少人看到这部影片 然后他们自己去想一想说 那有没有地方用到这个技术 这样子 好 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 没有非常帮得到 但我觉得这个技术很有意思 因为接下来就是说 其实 现在开始在在谈论这个 净零排放 那2025年 然后一听之下 就是各个国家 因为这个目标其实很远大 那可是 可是怎么做的路径 大家也都还在摸索 不知道 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就很多东西 会变成就是 你必须去打破现有的思维 对 那maybe产业的模式 等等 那才有办法 是这样 那我们自己其实 就是说 会是期许 那当然这个部分 还有很多 要去思考跟怎么样 其实是让 everybody happy 的一个状态 就变成 我们其实是 因为我是小而美 我是期许自己是一个大型的垃圾桶 知道 那就是在各个地方 就直接就地就处理了 那根本你连运都运不 不需要运出来 就今天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如果未来静零碳台 他透过法规 是 变成说好像每一个企业不能得过且过 他必须要投资 不然他的那个法金会很高 是 对那也要看碳费最后订到多贵 没错 他如果比较贵 突然你的这个看起来就很棒 是 那如果很便宜 他们就可能继续得过且过一阵子 是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可以一起倡议了 可以一起努力的 不过 我还是觉得说 对你来讲 小的实证场域 比你 现在说你可以省多少钱 重要很多 因为你还在比较早的阶段 没错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先降低你的固定成本 然后我们在 尽可能就比较有缘的时间 尽可能找一个小的 那 这些如果短期都找不到 当然你说这个 你上了什么的 他跑完流程 过两三年 总是会有一个参与 只是说这两三年 我们怎么加速他 是 我也想一想 感谢你 谢谢你 希望我这边也可以很快 有进一步的好消息跟你报告 其实 其实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就是创新 它主要是那个颠覆的程度 对 所以如果只有一个地方 然后有好的报道 好的媒体 什么之类 一下大家概念就翻转 对 但是就是说 就是跟各个狐狸蛋一样 找到那个第一个那段过程 比较漫长 没错 没错 对 辛苦了 不会 其实就是觉得 其实真的是环境很需要的 然后 所以就当一个传教士 没问题 对 你也想一想哪些 你这边的史证 或者原厂那边的资料 你可以在不伤害商业利益的情况下 适度在网站公开 因为你的网站现在就是坦白讲 很简单 对 看起来真的 比较像是什么 一个概念图 是 它比较不像一个已经上转了八年的技术 它看起来好像才刚刚开始 募资要研发的技术 对 但其实你已经上转 在日本上转八年了 对 我觉得这个讯息还是要比较好的呈现出来 OK 好 好的 感谢 感谢 因为会看到平成24年 你知道他是青年 对 没有那么多 对 对 不错 好 谢谢 OK 谢谢 谢谢